范贤原先的爵位是一等男爵,正二品,而公爵却是超品,中间还隔着厚薄二层。 以他如今的年龄,直接封了公爵,实在是极难得的荣耀,所以就连他一时都反应不过来。 而等场间的众人反应过来时,当然想明白了是为什么,一方面是朝廷要筹其江南之功,而众人心知肚明,最重要的原因,则是陛下要给自己的私生子一个补偿。 大皇子与二皇子早已封了亲王,范贤只不过是个谭伯公,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一念及此,本打算出列激烈反对此向封赏的大臣们都沉默了下来,这是皇族的家事,不是朝廷的国事,轮不到自己这些做臣子的多嘴。 范贤在一乐之后,马上平静了下来,对于这个殿上的大多数人来说,公爵确实是个金光闪闪的字眼,可是对于他来说,自己手上的权力早已超出了这个范畴。 而且皇帝没有给自己打个招呼,就让御史台挤进监察院的势力范围,这个问题才是范贤真正关心和警惧的。 所以他宁可抛却以往的形容,胡搅蛮缠,也不愿意让皇帝就这么轻松地色沙子进来。 更何况他心里也隐约清楚,公爵这个位置,便是自己在庆国所能抵达的最后目的地,如今的谭伯宫是三等宫,还有两极可以爬,再然后自己年纪轻轻看来就要养老去也。 一念即此,不免有些枉然,觉着有些荒唐,他忍不住站在这大殿上失声笑了起来。 众人瞩目,看着庆国开国以来最年轻的小公爷,看着他那可恶的笑容,心中情绪复杂,更觉着这笑声无比刺耳。 大朝会一直折腾到过了午饭才结束,这还是因为三路总督的正式朝论事宜放到了以后的原因,皇帝快刀斩乱麻,圣心独裁定了大部分事情,便让诸大臣散了。 大臣们早已饿得不行,纷纷穿过宫门,各自回府。 而还有些人走不得,在门下中书逝世的载职人物,三路久未回京的总督大人,各部尚书,都小心礼仪跟着皇帝陛下到了御书房。 范贤也满脸无奈地跟在最后面。 就像一年多前,从北齐回到南庆时一样,御书房里依然给范贤留了个座位,上一次是因为装莫寒的那马车书,这一次却是因为内裤里送来的那无数雪花银。 范贤坐在圆圆的袖墩儿上,有些心神不定,御书房内讨论国事的声音,并不让他如何关心,政务这一块,本来就不是他的强项,也出不了什么主意,始终还是只能扮演一个时以不缺的角色。 很明显,皇帝一方面是清楚他的能力,二方面也是不愿意范贤对国事方面发表太多的看法,所以今天没有点他的名。 不过他这位新晋小公爷依然有位之作,而在皇帝软踏之旁,太子等几位皇子还得老老实实站着,像学生一般认真听闻学习,范贤感觉不错,心想自己也算是皇兄弟们的老师了。 皇帝与诸位大人物讨论了一番南方的血灾,北方的局势,园子里的祥瑞,便开始放饭。 范贤昨夜忙了一宵,碎肉片,豆腐花早就已经消化得干干净净,此时听着放饭,不由精神一震,心中生腾起一股龙套终于有盒饭,吃得幸福感,结果太监地来得食盒,食不语,风卷残云。 主要的事情在大朝会上已经说定了,语书房会议里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只是薛青偶尔提到杭州会在江南镇灾一世中的优良表现时,京都里的布格大人们表现出了一丝惊讶。 他们听说过杭州会,但没有想到杭州会竟然有如此大的财力与势力,竟然可以在官府镇灾的途径之外,做了这么多事。 皇帝让范贤起身解释了一下,听着范贤的解释,书无这些人才明白,原来杭州会的背后是皇宫里的这些娘娘们,名义上领头的是太后,难怪杭州会能有如此实力,只是众人心知肚明,宫里只是个挂个爱惜子民的名头,真正做事,出银子的,只怕还是范贤。 皇帝笑了笑,说道,真正辛苦的,可不是范贤,是我那臣丫头。 大臣们笑呵呵地拍了几具马屁,连带着对宫中贵人们高声赞颂,颂圣自然更不可免。 皇帝看着范贤有些走神的脸,微微皱了皱眉。 大皇子在一旁看着这幕,开口说道,郡主今天回京。 皇帝嗷了一声,再看范贤的眼色就柔和了起来,笑了笑,却没有说什么,也没有让范贤提前回宫,只是马上结束了御书房会议,反而将最想回府的范贤留了下来。 御书房内的宁神香缓缓飘着,颜色不及白烟乳乳,香味清淡至极。 御书房内只剩下皇帝与范贤二人,范贤稍微有些不自在,因为不知道皇帝马上会说些什么内容。 皇帝喝了一口燕窝,抬头看了范贤一眼,示意他是不是还要来一口?范贤赶紧摇头。 非谭博无以明智,非宁静无以致远。 皇帝放下碗,缓缓说道,不凡不忧,谭博不失,这是两年前你在京都做那个书局时,对众人的解释。 范贤点点头,谭博书局的名字便是由此而来,只是若若妹妹却是身之己异,和旁人不同,说出漂泊在丹州的解释,一念及此, 他呼得有些想念那个黄毛丫头,不知道他在北边究竟过得可还快活。 朕很喜欢你的这两句话,让你做这个谭博公,是什么意思?你应该清楚。 皇帝静静看着自己最成才的私生子。 范贤低头私存少许后,认真说道,要明智,少虑。 不错。 皇帝平静说道,要清楚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却要少考虑自己能够做些什么。 纯臣,孤臣。 其实,意思很简单,做皇帝的臣子,不凡不忧,但博度日罢了。 范贤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脸上的笑容显得极为诚恳与放松,开口说道,知道了。 君臣应对,说知道了这三个字的角色应该是皇帝,但范贤就这样清清楚楚说了出来,却也并不显得如何异样,皇帝也没有什么不高兴的神色。 一旁服侍着的姚太监满脸平静,他在这两年里已经见惯了陛下对范贤的与众不同。 皇帝挥挥手,姚太监一勾身,退出御书房。 沉默片刻之后,皇帝冷冷说道,至于今天御史入监察院一事,您以后会明白,朕知道你的心是好的,只是朝政之事,不以人心为转移。 范贤知道此时人少,不能撒泼撒娇硬抗,只得沉默。 皇帝又缓缓说道,还是那句话,朕知道你的心,所以昨天夜里的事情,朕很是欢喜。 只是朕未曾想着你会如此兴耗兴耗,有些意外。 范贤喉咙里有些干涩,斟酌少许后,肃然硬道,大河还未决堤,我先把水引走,免得黎民受苦。 皇帝看着范贤的脸,一言不发,许久之后,心为地点了点头,只是你想过没有。 水全部被你抽干了,可是日后又有活水入,谁知道日后那水会不会再次漫过降低。 所以朕以为,总是要看下去,看到山塌地线,堤暗崩坏的那天,才知道那河中的水是会顺服着向下游去,还是会无耻地冲破朕这道大堤。 你这孩子,面上半个凶恶模样,心中却总有柔软处。 皇帝的脸冷漠了下来,继续说道,朕这一生,所图不过二世,天下,传承,朕不将他们的心看得清清楚楚,如何能放手去打这天下? 你不要再动了,陪着朕看一看。 范贤沉默惊悚,不敢回话,皇帝最先前的话语警告,味道十足,谭伯公,永远只能是个公爷,而要自己陪他看下去。 又让自己保持平静,不再打击二皇子与太子一戏,这又算是许了自己这一生的荣华,无上的信任。 另外,不要和小乙折腾了。 皇帝盯着他的眼睛说道,刚已于国有功,乃军中猛将,朕不愿意他折损在这些事情当中。 范贤微微一脸,心想自己和燕大都督结下不解之仇,这怎么缓和? 再说,燕小乙就算于国有功,可是毕竟与长公主交往太深,难道皇帝就根本一点不害怕? 他此时终于确定,昨夜派红公公前来破局的,不是太后,正是皇帝本人,所以愈发疑惑。 武艺上,如果大都督向我挑战? 他看了皇帝一眼,担忧问道,庆国尚武,今年武艺再开,如果燕小乙殿上向范贤挑战,皇帝总不可能当着百官之面说范贤乃是皇子,不得损伤这种话。 燕小乙等不到武艺便会离开。 皇帝说道,范贤眉头一皱,说道,可是大都督将他儿子的死寄在我的帐上。 皇帝似笑非笑,看了他一眼,说道,是你杀的吗? 范贤诚恳回答道,此事确实与臣无关,臣不敢阴杀大臣之子。 皇帝大声笑了起来,好一个不敢阴杀,昨天夜里杀的那些算是明杀。 范贤脸色一红,说道,昨夜冻的,都是些江湖人物,和朝廷无关。 皇帝沉默了片刻后说道,在园台大营动手的,是东夷城的人,所以朕有些好奇,那边会不会出什么问题,朕想看看,小乙是不是一个聪明人。 范贤面色平静,心里却在叫苦,十三郎啊,十三郎,你可算是把皇帝陛下也骗着了。 皇帝陛下明显因为这个错误的信息来源,而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天生范贤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去提醒他。 至于小乙的问题,朕还必须提醒你,军队是不能大乱的。 皇帝的眼神变得幽深了起来,开口叹息道,西边的湖囚们又闹起来了。 西边湖人闹事。 范贤愕然抬头,看着皇帝那张微有幽色的脸颊,一时间震惊地不知该说什么。 二十年前,皇帝带兵西征,已然将西湖杀得民生凋零,加上前几年,大皇子领着大军在西边扫大,更是让西湖好不容易凝结起来的一些生气,全数碎散。 湖人怎么又闹起来了? 而且就算闹起来,以沁国的军力之胜,将领之多,皇帝也不至于因为外患而担心军心不稳。 范贤自幼在沁国长大,当然知道沁国建国之初,很是被西湖欺凌了些岁月,湖人始终是沁国的大患。 只是这二十年间,在沁国皇帝的强力镇压之下,才变得有些不屑入沁人谈资。 皇帝看着范贤吃惊的表情,嘲弄地笑了笑,说道,我大庆连年受灾,汉红相加,雪在幼稚,天生西湖那边这两年风调雨顺,草长马肥。 当然,若仅是如此,区区湖满,也不至于让朕如此小心,只是,你可知道,我大庆雪灾之前,北齐北边的那些雪地蛮子们也遭受了数十年来最大的一次冻灾。 范贤皱着眉头,忽然想到大半年前在杭州的湖边,海唐朵朵曾经忧心忧忧向自己提过的那件事情,那些北蛮子们确实遭了雪灾, 牛碎马匹冻死无数,只是,北蛮西湖相隔甚远,这和沁国又有什么关系? 皇帝说道,难怪北齐的皇家,敢把上山虎留在上京城中,却不担心北蛮南下,原来有老天爷帮他们,那些北蛮子被动得活不下去,又碍于上山虎多年之威,不敢冒险南下,只好从齐连山处绕行,想谋个活路, 湖人竹水草而居,那些北蛮经历半年的大迁移,如今终于到了西湖境内,虽说二十万部族里只活下来了四万多人,但能在风雪之中,显途之上活下来的都是精锐。 范贤双眼微眯,眼前宛若浮现出无数不足驱赶着瘦弱的碎马,卷着破烂的帐篷,在风雪之中,沿着那高耸入云的祁连山脉,拼命寻找着西晋的道路,一路上洞狮连连,突就怪叫。 这是何等样壮观惨烈的景象,这是何等样伟大的一次迁移。 西湖怎能容忍由北方不足过来。 范贤担忧说道, 皇帝笑了起来,笑声里挟杂着无穷的自信与骄傲,西湖早就被咱们打残了,哪里还敢去啃这些外来的雪狼,虽然西湖人数要多许多,可是几场大战下来,双方终究还是结成了联盟。 范贤叹叹了一口气,如果湖人们真的结盟,那临近西湖的庆国,自然会受到最大的威胁,难怪皇帝在军方的处置上会显得如此小心。 看出了范贤的担忧,皇帝平静说道,你在想什么? 臣在想,这些情报只怕还属绝密,只是大战只怕会来临,臣愿上阵冲锋。 范贤说的不是假假的漂亮话,他是很想去过过纵马草原的瘾,只是,这朝廷内部的问题似乎大家还没有解释。 皇帝嘲讽笑道,不要以为你是个武道高手,便可以去领兵打仗求军功,大战一起,千万人厮杀,除非你是刘云士书,不然仍然是个被乱刀分尸的命。 范贤苦笑了一声。 皇帝微顿了顿,平静说道,湖蛮不足距,朕从来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只是北蛮既然迁移,北齐那边受得压力顿时小了,朕不得不将眼光往北边看去。 范贤马上明白了过来,皇帝的目光,果然还是比自己要转移得快些,在这个世上,真正看作庆国敌人的,还是只有北齐,尤其是如此北蛮既去,北齐没有了后顾之,谁知道那位小皇帝会不会动什么别样心思。 皇帝最后缓缓说道,刚已不日内便会北归,因为北方那位小皇帝终于说服了太后,让上山呼起腹了,大营正宠燕京。 范贤眼瞳里震惊一现,马上脸了回去。 皇宫之外 那辆黑色的马车上 范贤揉着自己的眉心 有些难受 一方面是疲惫过头 一方面是今日在宫中 听到了太多的坏消息 正如皇帝所言 西湖那边没有几年的休养生息 是不可能对庆国造成实质的威胁 可是北齐那边上山虎复出 上山虎 范贤想到这个人明变头痛 他虽然没有亲眼看见 那一场雨夜长街上的刺杀 可是却一直深深明白 那位天下名将的厉害 燕小乙去北方 能够抵挡住上山虎吗 更何况 小乙兄心尽丧子 只怕与朝廷会逐渐离心 皇帝倒是也不怕燕小乙 真的一封投了敌人 至于范贤 为什么如此警惕上山虎的付出 其实原因很简单 在上京城中 他狠狠地因了上山虎一道 让他惨死无数手下 深夜里一生杀我者范贤 只怕直至今日还回荡在北齐上京城里 更何况上山虎的干爹肖恩大人 是被自己逮了再逮 杀了又杀 在这件事情中 范贤才是上山虎最大的仇人 沈仲之是个小角色 可上山虎为了复仇 在雨夜中一枪挑了沈仲 日后若真在江场上相见 上山虎会如何对付自己 范贤在马车中悲哀想着 这天下敌人何其多也